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好 請徐部長 委員早 部長早 部長 不好意思 不曉得你知不知道 就是在去年有一個新聞 就關於原住民的布農族族人 他為了要去孝敬他的94歲的媽媽 上山去打獵 但是被眾叛六個月的這一件新聞 我好像有這麼一個隱悅印象 但我沒有細看 可能部長不知道 就是有關於就是布農族 以及很多原住民族獵人在整個台灣 因為野生動物保育法 跟槍炮彈藥管制條例 這些相關的法令 被遭到司法審判的高達 這10年來高達200多人 其實在原住民的獵人的 這個人口數裡面 幾乎每三個就有一個會被警察抓 那這裡面當然我們會知道 或牽涉很多的爭議 譬如說獵槍跟傳統文化 以及記憶的認定 有關於狩獵必須要事前申請的這些程序的問題 但是其實最根本的問題 是自然資源該如何利用管理的問題 有關於保育跟文化怎麼樣並存這些研究 其實在台灣好像非常的少 我剛剛有看一下就是有關於科技部的業務報告 關於多元文化相關的研究只有兩項 不曉得就是在於就是狩獵是原住民族 很核心的文化跟價值 有關於這相關的研究 是不是在這裡可以建議科技部 能夠提供更多的資源 然後提供更多的研究計畫 讓我們的社會更明瞭 就是保育跟資源管理能夠更務實更扎實的 這相關的研究 這絕對可以 希望那相關的學者就是提出研究計畫 我們一定會在這個領域裡面去 謝謝部長能夠答應 但是我這邊要強調幾件事情 就是有關狩獵的問題 目前野生動物保育法 對於保育野生動物的認定是有問題的 完全跟國際上這些潮流是沒有接軌的 比如說像獵人常常狩獵到的三羊跟三腔 在國際保育組織ICUN 這些紅色名單其實已經列在無為的這個等級 台灣的水路的數量 在我們的獵人的口述當中 其實已經多到超出環境容許的範圍 因為它已經破壞整個台灣山林的生態 所以這個問題除了檢討的是 保育野生動物的這個動物名錄 我們需要的是在自然資源管理政策要做檢討 再來野生動物保育的專家裴教授裴家綺教授 他有提出就是說我們現在野保法 大目標跟精神是正確的 可是現在實際上進行的執行並不是很到位 尤其是我們的動物的數量是波動的 比如說我們要去思考現在的獵人的狩獵行為 跟生態環境之間的影響 我們再來思考的是相關的管理的問題 那我們台灣的原住民的狩獵文化跟保育 動物保育其實是可以並存的 我希望就是在於這個研究計畫的時候 要好好的務實的去扎實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再來呢我們要必須建立的是完整的生態管理制度 前提就是要徹底掌握國內的環境生態 所以我們需要科技部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跟自然資源管理進行研究 去幫助我們政府擬定更細緻的生態管理政策 因為我們過去的認知只是先了解數量 然後呢了解到這個數量的調查 才知道說我們可以去狩獵多少的量 但是這個做法在台灣是有很大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台灣的生態環境是不同的 我們不能用一個單一的標準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山林條件起伏也是非常大 所以我們要釐清動物的族群數量是很困難 第三個我們並沒有考慮台灣原住民狩獵的事實 跟實際狀況的落差 因此呢在這裡齁 我還是就是要求就是科技部 一個國家的轉型正義 我們要有扎實的研究作為基礎 具體的要求我是希望就是說 這兩週內根據上面的 剛剛以上所提出來的問題意識來作為基礎 希望是以傳統領域與自然資源治理為題 先提出先驅研究的爭見 內容呢必須非常的明確包含人文跟自然科學的跨領域 並且是多年期的計畫 包括生態學在知識上的方法論的典範轉移 我們要有實證內容 再來就是自然經營管理在知識與方法論上的典範轉移 我們也要實證的內容 我國的自然資源管理的主管機關 如何以傳統領域治理作為 機關的行政計畫的具體內容 例如說我們國家公園的國家公園計畫 跟林務局的林業經營計畫等 這些如何是以傳統領域作為治理 這些具體的內容 希望就是說在科技部這樣 科技部裡面能納入這個研究計畫 作為就是說未來兩週後 提出這個先驅計畫爭見的主要的方向 在這裡就是本席建議 我先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保育動物 包括高雄中山大學很多猴子在那邊 我想教授也苦不堪言 但是我終究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想關於保育或是什麼 這個原住民一些手打獵之類的 我想我們可以找相關的學者 終究要學者去研究 那兩個禮拜他們能不能提出來 我是不知道 不過我們一定可以找他們來 來看看怎麼樣子提出一個比較好的計畫 這樣去支持 這個是我們是可以做的 我相信以你們專業兩週內是做得到了 最重要的 計畫是要他們提出來 我們是不能幫教授提 那請問一下就是部長可以在多久之內 我們任文師 我們多久可以找到教授來 報告委員這個兩種做法 一種是說先驅研究計畫的話 我們必須找到相關的教授 跟他洽詢他來提供這是一種做法 那委員可以協助他 對 委員有建立的這個教授名單的話 我們也可以考量 第二種做法 基本上來講 這個任文師最近有推一個台灣典範的研究 最近正在covo proposal 我們可以把委員的議題 納入在這個台灣典範的covo proposal裡面 這個馬上就可以做 那主要就是要求 我們台灣對於就是自然生態 以及狩獵的管理就是 一定要以扎實跟務實為原則 這樣的要求是科技部這邊應該可以做得到 這絕對可以做得到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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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部長 好 謝謝搞入委員 謝謝